原罪张龙吩咐把裴元庆推出去 砍头 他这个命令一传起来 两旁边刀斧手望伤一拥 把裴元庆胳膊架住 这就要往外走 这一功夫裴元庆 这心里边说不上一种什么滋味 裴元庆心想 我们父子跟着这位张龙元帅出征 这回算是倒了斜眉了 我现在两个眼睛都睁不开了 我被迭将遮得了这样 可这个元帅对我又是这个样子 裴元庆强睁两个眼睛 这两个眼睛都已经让石灰面子呛了通红了 他瞅了瞅张龙元帅 我陪元庆有一言要问 说吧 你问什么 元帅 我陪元庆罪犯何调 你罪犯何调 你出师不力 你想替你的爹爹戴罪立功 这功不但没力了 反而你还给我败回来了 你搓上我军的锐气 按着军律就当斩首 元帅我陪元庆是被他石灰面子把眼睛坏了回来的 我说明天到江场上我可以生起瓦钢山上的敌将 元帅这一天你就容不得吗 你这样杀了我陪元庆 我陪元庆不服 我不服 我知道就是你这个不服 你不服我就得让你服 把他给我推出去 砍 是 两旁人夹着裴元庆就往外走 裴元庆一边走着一边喊 我裴元庆不服 喊着不服 推到外边去 裴元庆往外边这一走 两旁边重将官 很多人心里边为裴元庆鸣不平 这些将官们心想裴元庆在江场上今天是碰见意外情况回来的 就这种情况你还杀他吗 所以重将官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片 这其中也包括山马关总镇裴仁鸡 裴仁鸡跪在这儿 不说别的 只求元帅饶恕裴元庆这一死 连连的磕头 老头子这就心里边疼自个儿这儿子 裴仁鸡三个儿子裴元府裴元路裴元庆最喜欢的就是裴元庆 因为裴元庆有本事 力大过人 但是老头也有恨裴元庆的地方 就这小伙子脾气太暴躁 事到如今没有别的 他只求把儿子这条命给保住 这老爷子人缘也不错 很多将官也同情这老头 所以重将官跪倒一起磕头 有的将官就说了 元帅咱们现在倒在瓦岗山 是首战出兵啊 这首战出兵 您就杀战我营中的大将与军中这是更为不利 元帅您要三思 开始是跪下有一半将官 相继着扑通扑通扑通 几乎是大部分将官都跪下了 这张龙在上面吵着这种情况 他心里边也犯何忌呀 老裴家爷们这人缘还不错 冲这手啊 我还不能把裴元庆杀了 我要把他杀了的话恐怕要犯了众怒 嗯 好吧 你们倒起来倒起来倒起来 你们说的这个话有点道理 我们到这是首次出兵 刚倒在瓦康山下 要是先斩杀我营中大将与军中不利 好吧 看在你们这些位的面子上 我就饶他一死 来啊 把裴元庆给我放回来 是 外边有人 不多师的功夫 就把裴元庆绑身松开给放回来 绑身松开放回来之后 裴元庆来到大帐当中哭通跪倒 元帅 多谢元帅 不斩末将之恩 非是本帅不杀 非是本帅不斩 中将苦苦给你讲求 大伙的面子我不好搏 我今天就算饶你这一死 不过裴元庆 这死罪饶过了 活罪可不能免 来啊 两旁边给我按倒大仗之下 重则 四十军棍 是 掌兴的君族过来一扯裴元庆 要重打四十军棍 这个时候 老爷的裴仁机在旁边受不了 裴仁机心想 我这儿子让人拿石灰枪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这眼睛能够保得住 保不住这都两说着 眼睛不行了 这再打四十军棍 我儿子那个脾气就急就气 也得把他气死 老头听到这赶紧过来哭通跪在这儿 冤帅 末将有一言相告 这个孩子他眼睛已经睁不开了 您就别打他了 如果您要非打不可的话 末将情愿替子代行 好啊 看来杀爹儿子疼 打儿子爹疼 你们这父子敢求堪称我能开魔啊 好吧 既然是你要替子代行 那就打你 来 把裴仁机按刀帐下给我打 四十军棍 他一说这个话裴原青在旁边一听 袁帅慢着 我裴原青罪犯军律应当打我 欲我爹地不干 你打就打我吧 不 你们人俩到底谁说了算 听你的听我的 啊 你让打你他让打他 到底打谁 裴仁机在旁边说 袁帅打我 好了 我决定了就打你 打裴仁机 给我重重的打四十军棍 这命令一下子之后掌刑的 把裴仁机老头子带刀杖下 举起军棍 四十下 看 在执行当中 张龙在瞪眼瞅着一句喊 重重的打 给我重重的打 ah 这个军棍 一下是一下 四十军棍下去之后 把老爷子裴仁机打了一个脾开肉战 鲜血崩牛 四十军棍打完了 裴元庆在旁边的眼睛睁不开 一定满脑的都是汗 这小伙子这里是暴跳如雷响 暴跳又不能暴跳 哎呀 真是浑身上下的骨头 别的嘎嘣嘣嘣之响 老爷子打完之后 把他掺起来 裴元庆挨完了打 还得向元帅多谢饶恕裴元庆之恩 好了 你们两个回转先锋摇 休息去吧 裴元庆 裴元庆 等着你伤势见好 裴元庆的眼睛灯睁开的时候 还得给我出兵瓦岗山 活侵瓦岗山的将官 不然的话这事咱不算完 退账 元帅张龙退了账 裴元庆和裴元庆 一人两个出了中军战 勾奔自己的先锋营 到在先锋营里头 裴元庆有一个随身的奴仆 也是他的马童 叫裴小六 这裴六过来了 哎呦 老爷子这怎么的了 别提了 别提了 赶快 找军医来 给我准备金枪药 给我上药 老头到自己先锋营里边 床榻之上先躺那 裴元庆 闭着眼睛 这爷俩 一个不能坐着 一个不能睁眼 这狼狈上就别提了 裴六一看 我说三爷 这咱们好么眼的吗 咱们的山瓦关不在那待着 跑这儿来干什么 你看你们爷俩遭遮罪 哎 快点找医生来的军医呢 哎 您等着我给您找去 这裴小六赶紧到先锋营去 找这军医转了一圈 裴小六回来了 哎 我说三爷 您不知道 咱这先锋营这军医啊 让元帅调到中军杖去了 啊 元帅调到中军杖去干什么 我听他们刚才说呀 说元帅胃疼 把咱这个全营的所有军医 军医都调到中军杖给元帅会诊去了 裴元庆一听 什么 把军医都调到中军杖去了 好啊 张龙 你好很多 裴元庆这点心里就明白了 你得什么病了 你刚才打我们父子 你精精神神的 这么一转眼的功夫 你胃疼了 我明白了 你这是诚心刁难我们俩 陪元庆 陪元庆来到老爷子陪人机的床榻跟前 老人家 您上市教得怎么样 哎呀 元庆 我教着还行啊 这条命能保住 你眼睛怎么样啊 老爹爹 我这眼睛疼得厉害 我即将找一个大夫给我看看 您可不知道张元帅把咱们所有的军医 都调到他的中军杖给他会诊去了 老爹爹 我看这个张龙 他是故意的与你我父子为仇 咱们什么时候得罪他了呢 老头说就是啊 谁知道呢 这老爷子到现在 他也不知道 那位老内是陈张树是张龙他爹 从什么时候得罪了 陪元庆一见杨广那里就把他得罪了 元庆啊 照这么看来 你我父子这次出兵 是大大的不利呀 越是这样 元庆我们越应该人气吞声 以忍为高 忍忍忍 忍忍 忍忍忍 心字上边一把刀啊 能忍自安 老人家 您光说能忍自安 可是现在您身带重伤 我的眼睛睁不开 这得怎么办呢 我们往那儿去找个医生啊 你不要跟我急 你急什么呀 你眼睛睁不开 我好受吗 这功夫赔六在旁边瞅着 老爷子 老爷子 三爷 我跟你说 我有个主意 看行不行 你有什么主意 他这么回事 咱们刚到一扎营的时候啊 有一帮这个原来太王阳临百长设镇的时候 扔下那么失了位 这失了位啊 是逃跑的随军 其中有一位啊 据说是随营的大夫 会看病 他来了之后啊 这不是就找了元帅吗 元帅张龙就把他分配咱们这个先锋营这来了 这失了位在这呢 其中有一个 我听说大夫 我把他找来给您看看怎么样 陪元庆一听 好快快把他找来 我这去找 这赔六去不多时 果然领了一位了 这位就在三十多岁 进了营之后 先给赔元庆 给赔人机见礼 然后赔元庆就告诉他 你能不能会看眼睛 这位一听 赔将军 这个眼睛呢 我还不行 我呢 只能看看这红伤 老爷子这个伤啊 我倒能看 能看是能看 但是没有药啊 原来我带的那个药 在征战之中都已经失散了 找不着了 他得现配药 现配药 这老爷子还得遭罪啊 最好 找个现成的大夫 给看看得了 赔元庆是现成的大夫 如同军中已经没有了 你知道哪还有现成的大夫 呃 培将军 据我所知啊 离这儿十五里地 那儿有个高级镇 高级镇有个广的堂 广的堂那儿有个名医 他们人送外号叫高一眼啊 他本名叫什么 这我可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这儿 住军住的时间比较长 我听说过 这位高一眼 据说专门绘制眼睛 老百姓传说的 那就神了 说这个高一眼 这个医术高明到什么程度呢 说如果谁那眼球 里边要有了毛病 他能把人这个眼球给抠出来 上上点要刷吧刷吧 抹吧抹吧 然后再给塞进去 说马上就好 不过是不是那么回事 谁也没看着 反正这个人是眼科大夫 您把他找的也行 陪元请一听 好吧 要那么说 你就把这高一眼给我请来吧 陪六 你去跟着他 用一辆车 马上把这高大夫给我请到英中 哎 陪六马上就跟着这位 一问这位原来杨林手下的这位军医 姓马 他管的就叫马医生了 跟这位马先生 弄一辆车就直接购奔高级镇 车辆到了高级镇 找到广德堂 果然 一看这是一个五间闷脸的大药房 他们进了广德堂之后 就打听这位高一眼高大夫 到里边一找这高一眼高大夫 一看屋里边没有 在这屋子里边坐着一个老者 看年纪也不算太老五十来岁四十多岁 胸前飘洒着一步 漠然长得两道长眉 一双凤木鼻指口方面如古蕴 头戴如金身穿蓝衫 坐在这屋子里边正在这看书呢 你们找谁呀 这个高大夫哪去了 高大夫他串亲戚去了 您是谁呀 我呀 我跟他是同行 我是他的朋友 我们两个是师兄弟 他串亲戚去了 所以这个药铺交给我 替他看管几天 您贵姓啊 我跟他还同姓 我也姓高 你也是高大夫 那您跟高大夫是同行 那甭问您也会看病了 医术上略通一二 您看眼睛行吗 眼睛 我们是一师之徒 是专看眼睛的 那太好了 高大夫 那么既然是那高一眼大夫走了 那就请您帮帮忙吧 我们是随迎来的 我们的主帅在江场上付了点伤 现在急许找一位高明的医生给看一看 您辛苦一趟吧 这是我应该做的 如此说来 那什么时候动身呢 马上就走 这车就在门口外头 好吧 你等我收拾收拾 就看这位老者站起身来 有打着外边药柜子里边拿了几味药 最后收拾收拾打的那一个蓝布小包 四四方方的 他递了这个包往外就走 裴六赶紧把包接过来 哎 我给您递了 您在外边请 他把这位老者请到外边让到车上 裴六坐在车园子上 再加上马大夫一块鞭子一摇 就回了营了 来到先锋营之后 直接来到大仗之中 这功夫裴元庆两只手扶着桌子 正在那躺眼泪里 齐国远这个锤里边的东西 不光是石灰呀 还有辣椒面 还有胡椒面 可以说是无味俱全 实在是够刺激的了 裴元庆正难受的功夫 这功夫裴六赶紧进来 告诉裴元庆 三将军 把大夫请来了 裴元庆赶紧站起身心 强大的精神 把眼睛睁开个缝 大夫快快请坐 这功夫这位高大夫在旁边坐下 看了个裴元庆 哎呦 这位将军 您这眼睛这是怎么了 哎呀 别提了 现在是特别难受 大夫您快给我看看 我这眼睛现在有办法没有 能不能瞎呀 哦 这个别的咱们先别说 我先给您看看这眼睛 说着话 就看这位高大夫来到裴元庆 跟前把他的眼睛扒开瞧了瞧 哎呀 你这个眼睛是让石灰烧的 裴元庆一听 哎呀 这大夫高明啊 他一巴眼睛就知道是让石灰烧的 对 对对对对 是让石灰烧的 能不能瞎 不要紧 还不要紧 烧的挺重啊 哎 幸亏你是碰见我了 要是一般的人给误诊了 这个眼睛可就保不住了 这样吧 我先给你治这眼睛 说着话 就像这高大夫一挥身 把那包打开 由他里边抠着半天 拿着个小葫芦来 把这个小葫芦盖开开 呸 倒出一个瓜子大小 一个小白片来 这个东西 这是我师父祖传秘方 炮制的一种炙眼的良药 哎 这叫瓜子眼药 他把裴元庆这眼睛扒开 用这个瓜子眼药 在里边抹了抹 然后把这个眼睛扒开 又抹了抹 两边这么一抹 裴元庆就觉得凉丝的挺舒服 时间不大的功夫 他这眼睛就睁开了 裴元庆心想 哎哟 这位可真是圣手名医